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 这是《Daily Dayspring》 欢迎来到每日晨光 让我们一起同行 经历神话语的信实 天天活在神的同在中 现在 让我们用这首诗歌 一起来敬拜 Zither Harp 我全心敬拜的我主 我全心敬拜的耶稣 我全心敬拜的耶稣 我愿感受祢 荣耀同在 毫无保留的爱 求主圣灵大门降临 改变我 我愿全心为祢而过 求主圣灵大门降临 改变我 我愿一生为祢而过 求主圣灵大门降临 改变我 我愿全心为祢而过 求主圣灵大门降临 改变我 我愿一生为祢而过 求祢充满我 我愿一生为祢而过 求主圣灵大门降临 改变我 我愿一生为祢而过 求主圣灵大门降临 改变我 我愿一生为祢而过 求主圣灵大门降临 改变我 求主圣灵大门降临 改变我 我愿一生为祢而过 求主圣灵大门降临 改变我 我愿一生为祢而过 求主圣灵大门降临 改变我 求祢充满我 求祢充满我 在四世纪第十一十二章 我们看到有一个适师叫耶佛塔 他被赶逐出他的逐人的地方 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妓女 但是他仍旧被拣选要来对抗亚门人 他做了一个誓言 在四世纪十一章三十跟三十一节 这边有提到这个誓言 耶佛塔就向耶和华许愿说 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 我从亚门能让你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 无论什么人 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 就必归你 我也必将他献上为凡计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或许是好的 他想要赢得赞赞 他想要为主行好的事 所以他觉得他应该要为的得胜 能够要付上一些代价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 学到一些课题 第一个 如果神呼召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不一定要付上什么东西 我们只要单单地将荣耀献给他 第二个重要的是 我们要看重我们所做的事情 这边他许了个愿 首先从我的家门口出来的 我会献上做凡计 那当他回来的时候 他看到谁 第一个从家门出来呢 是他的女儿 所以这是很恐惧的 每一个人都感到惧怕 所以我们的学习是 我们要对我们口里所出的话 要很注意 特别是当我们允诺了什么事 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带领下来行 所以我们口里所出的话 应当有圣灵的智慧 即便是当我们在跟我们的配偶 或者是当我们跟家人来分享的时候 所以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个智慧的做法是 加上一个部分 当神同意的时候 我就会 所以我们今天来为我们的口里所出的话来祷告 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因为我们可以与彼此联络 谢谢你给我们可以说的口 主啊也求你给我们智慧 帮助我们可以来分辨 圣灵所要让我们释放出来的话语 我们知道在话语里是有能力的 所以愿我们的话语能够建造他人 愿我们的话语可以为我们生命打开新的门 愿我们的话语总是能够将荣耀献给你 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